哎呀 好痛啊 快放手 我的天哪 你又怎么了 送给你的 哪儿呢 谢谢啊 天天 嫁给我好吗 好 当然了 我会给你时间考虑的 好 当然了 我会给你时间考虑的 刘再宁 刘再宁 整个海上都跑来 看你隆重的求婚仪式 你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 韩小姐 我想你们是误会周天了 这是购买别墅的所有的原始材料 我和丽兹的王总是好朋友 没有 这套别墅 其实是我买来送给周天的 当然 她的个性你应该很清楚 她不会平白无辜地接受我送给她的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 让她以最低的价钱付了一些款项 但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造成这个样 当然了 我很抱歉 影响到了大家的工作 很抱歉 刘泰明啊 你不要以为这样做可以保护周天 大家都知道 丽兹集团以前曾经做过对不起韩上的事 所以我们一直拒绝跟她合作 周天就是收了王总的好处 所以才会给丽兹集团那么大的广告版 小总监 你这么说 是不是怀疑我们韩上的实力 而且也怀疑我们韩上必须要用这么卑劣的手段 才能吸取客户呢 你说世界上有这么强的事吗 刘泰明刚刚送了别人 那次集团那边就投了广告 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强的事情 如果说周天 他对广告客户的价位有放水的话 你这样怀疑她我完全能够自贫 但是周天给广告客户的价位 并没有低于我们韩上的底线 所以说你再想想看 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喘的客户 别说送的 而且还按照标准的价格来投放广告 可难吗 韩小姐 这件事情你觉得我有没有必要 向上东解释一下 当然 非常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我拜穿以后把事情搞搞清楚才采取行动 你看现在让我多被动 那不是刘台铭暗中相助吗 怎么能怪我 刘台铭说得有理有据 做得八面玲珑 你还让我说什么 上风我 你以后把精力多放点在正式上吧 上次我叫你做的新锐设计师方案 进行了什么程度了 我一直都有跟进呀 好啦 小小气别生气了啊 我给你倒杯水啊 李姨 你不是说刘台铭不会去中间 谁让刘台铭都当成求婚呢 求婚有什么用 求婚就是求分界呀 你们 小姐 小姐 天天 你快把刘凡凌给你的中文证件拿给我看看呀 我当他没有大姨嫁给她呢 你们都带来什么呢 大姨 你干嘛不答应她呀 别闹了 把她给成敬了送你学家吧 今天谢谢你 泰明 真要谢我呀 那你就答应嫁给我吧 泰明 好了好了 开玩笑 我答应你 跟你时间考虑 我会等 一直等你给我一个答复 谢谢你 泰明 今天你这个谢谢 真的是没完没了了 泰天 今天晚上我请了方明 一起吃晚餐 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了 这个方明啊 永远迟到 泰明 是不是又在说我坏话 你怎么又迟到啊 哥 你可真有耐心 周田被你打造得很成功啊 我刚一进门 还以为是宋慧桥呢 是吗 方明 那我能不能把你这个话 理解成赞美呢 随便 小脸 现在一定会把你帮我 揭演 你再看着什么 那我只想要 一言 你把你子的名字 怎么才是 然后又不认识 你好 一定要 好了 好了 别听她说了啊 其实我今天请你们吃饭的目的 我就是要告诉你 从明天开始 方明就不可能再欺负你了 方明没有欺负我啊 你在紧张什么呀 周恬 经过这几天的了解 我觉得我误会你了 我哥的眼光没有错 但是我哥也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我真心地祝福你们能够幸福 方明 来 我跟周恬敬你一杯 敬我 为什么 祝你明天一路顺风啊 我就知道你盼着我走 没关系 我随时欢迎你回来 干杯 干杯 干杯